在新北市淡水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一名23岁的张姓驾驶酒后开车 结果载着朋友跟三名男性的友人 要到鱼人码头去夜游 结果车辆失控撞上了水泥花圃 驾驶的女友当场惨死 而驾驶酒测值高达0.92 造成了一死四伤的悲剧 凌晨1点半路面相当湿滑 左上角一台白色车子正在转弯 却直冲撞上花圃 整台车巨烈震荡 车上共五人一死四伤 车祸就发生在12号凌晨1点多 淡水区中正路一段87向 往鱼人码头方向 车子要左转以四车速过快 撞上水泥花圃 23岁的张姓驾驶酒测值0.97毫克 自己轻伤 事发当下还想推给部驾驶座的女友顶罪 坐在部驾驶座的21岁女性女子 以四是脸部正面撞击挡风剥离 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抢救之后仍然回天乏术 车上其余四人分别受到轻重伤 送医之后没有生命危险 接着是外家属情绪相当激动 崩溃痛哭 其中幸运生还的男子 无法接受同行女子传的二号 忍着身上的伤 当场跪卧在病床上 驾驶喝酒上路 结果自撞害死女友 驾驶的部分酒车 既有酒精反应 已经抽血换算 有酒精的反应值 酒车指金换算大概是0.97 车上5人原本要到淡水渔人码头夜游 结果驾驶酒后还开车上路 最后自撞害死女友 开行出游变成一死四伤的车祸悲剧 让家属怎么接受 新北市报道 12号凌晨12点坐在台湾